哈利馬總統發表的《施政方針》中 鼓勵國人積極創新 迎接未來多變的挑戰 東海岸集選區議員李一賢認為 本地企業應該敢於嘗試同國際市場接軌 才能夠獲得巨額的回報 來看記者薛珠惠的報導 而剛傳出懷孕喜訊的麥波申區議員陳佩玲則認為 除了給予低收入家庭孩子更多機會 還要培養孩子正確的價值觀 未來非常多變 世界現在就已經是很多變化的 所以更重要的可能是 我們所有的幼兒 如何培養他們對主事態度 如果我們的價值觀是 基礎打得非常好的話 那我相信不管未來是怎樣的 我們也能夠有信心說 我們的這些國家棟梁會繼續的 把我們新加坡帶領到新的領域裡面 本屆政府的任期將在2021年屆滿 意味著在下屆大選來臨之前 新一代領導班子還有最長兩年多的時間來加強以推行的政策和計劃 到時候給他們打分的將不只是總理還有每一名選民 新傳媒新聞記者 薛淑慧報導 新傳媒新聞記者薛淑慧報導 記者 李宗盧 記者 李宗盧 團 李宗盧